中国海警三号令颁布后 强行登舰菲律宾台湾船只 现在日本渔船也被盯上了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十一管区说 两艘搭载类似机关炮的中国海警船 星期二下午大约1点半开始 陆续进入尖角株岛 即是中国钓鱼岛周边海域 并追踪日本渔船的动向航行 连续航行42个钟之后 在星期四上午大约8点15分 陆续选择来有关海域 中国海警三号令六月十五号生效后 才过两天 中非便首度在南海爆发冲突 中国海警在仁爱礁 强行登舰菲律宾船只 不只拿刀刺破橡皮艇 没收七支步枪及导航设备 还打伤士兵 害得其中一人右手拇指残废 外媒路透社报道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 将向中国大陆求偿 约新台币3300万元 General Bronner did say that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is also mulling the asking or demanding from China the payment for the surgery of the Filipino sailor who lost his thumb during that June 17 incident 中国海警依法采取执法措施 是正当合理合法的 我们敦促非方停止侵权挑衅 回到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上 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 与菲律宾外长7月2号才在马尼拉 召开南海问题 双边磋商机制第九次会议 随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便下令缓和局势 菲律宾陆军发言人宣布 美国在菲律宾旅宋岛北部 部署的中程导弹系统 最晚将在九月撤走 并强调只用于演习 希望替中飞紧绷的气氛降降温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